大家好 我是圆妹妹 泰国的美食 做法简单 但搭配上他们的万能海鲜蘸料 那真是一绝 随便哪一家 拿出一叠蘸料 不管搭配鱼 虾丸子 贝类蔬菜 都是具好吃 酸辣爽口 里头还透着淡淡的柠檬香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款 万能海鲜蘸料的做法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香菜 大蒜 小米椒 线椒 洋葱 绿柠檬 先来榨柠檬汁 先把柠檬切两半 我这里用柠檬器榨汁 也可以用手挤出柠檬汁 不过柠檬里的籽一定要去除 要不做出来的酱会苦 准备好的辣椒 用刀去除头 切两半 放一旁备用 准备好的洋葱 也用刀切两半 放一旁备用 取出香菜 香菜的头不要扔掉 切成丁状 这样处理好后 更好榨汁 再把香菜切一下 放在盘中备用 再将洗干净的大蒜 放入盘中 这样配菜就准备好了 需要准备的做料有鱼露白糖 海鲜酱的做法非常简单 家中有渣汁鸡或者破壁鸡 料理鸡都可以 将所有准备好的配菜倒入 泰式酱料 糖不能少 我这里加了20克糖 再加4勺鱼露 鱼露味比较咸 根据自己的口感添加 最后添加一些清水 炸汁鸡 炸个30秒就完成了 酸辣爽口的泰式海鲜蘸料 和盖火锅 水煮万物 海鲜烧烤 这就是号称 万物皆可蘸的 泰式酸辣酱料 喜欢的你 也可以试着做做 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